老師慈悲 各位學員 各位領友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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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 慶忠法師他們曉得 這個殺之老 有這麼一件靈異的事跡之後 就去採訪了 然後就問他當時的心理狀態 就問他說 你這個佛牌都放光了 那你如果當下練佛的話 豈不是光明就更大嗎 那殺之老他回答說 哎呀我一方面緊張啊 他們來我要對付他 要招架他 一方面他要吐血 所以也忘記了 練佛 那雖然沒有練佛 不過呢 他的胸前佛牌 手上練珠 居然也能夠保護他 其實一個真正受三歸一 歸一三寶的人 他當身是能夠免除下肚三二道的病院的 一個真心歸一的人 至少一天之中 都要練我某某人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至少練個三遍 表達他真誠歸一 那假設是一個練佛的人的話 他歸一 不練三歸一文也可以 他每天就專一練佛 所謂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就是歸一病 把我們的身心性命 舍病全交 歸入彌陀的救度 托付彌陀的救度 專一成練彌陀的名號 這樣的練佛人 可以說 已經不是六道輪迴的凡夫 已經是極樂世界的聖眾之一 一貫道 一貫道常常講說 他們只要被點傳之後 歸一貫道之後 就天堂掛號 地獄抽揚 一貫道其實是還在輪迴當中的 那一貫道都已經能夠這樣了 何況我們一個歸病 那麼阿彌陀佛的人 更是如此 我們只要在這裡 虔誠專一練佛 極樂世界就會開出 我們的一朵蓮花 那麼這一朵蓮花 當我們臨終的時候 阿彌陀佛就會帶著這一朵蓮花 來迎接我們 有的那一朵蓮花表示 我們的生命 未來就在那裡 未來就在那裡 蓮花化聲 不可能又會再六道輪迴了 有關佛牌放光的事蹟 我再來講一件 也就是高雄 也就是高雄 高雄的地方 高雄的地方 在兩年前 兩年前 有一個聯友 他姓名 叫米文台 那個時候 他才剛隨佛 而且呢 親近我們的淨土教團 每天也很虔誠地唸佛做早晚課 那麼 他呢 也 勸導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叫做張玉瑩 希望他這個太太也早一天歸一 早一天學佛念佛 可是他的太太張玉瑩他說 他個人業障深重啊 一時佛法信不來 所以也不想那麼早歸一 那就在兩年前 他這個米文台 到我們台南 進入終點佛會 請了一些佛書 還有煉珠 還有佛牌 回家來 發給他旁邊的親戚朋友 還有同事 勸大家要隨佛念佛 並且呢 也拿一片給他的太太張玉瑩 要他太太呢 把佛牌掛在脖子上 說這六字 那麼阿彌陀佛的佛牌 是會放光的 掛在身上 是可以保平安的 那麼他的太太就說了 他說他當時沒有接受 他認為這個佛牌 只不過是鐵片做的 鐵片做的 怎麼會放光 我才不相信 你說會放光 那只不過是佛書上 所說的事情 所以他並沒有把佛牌掛在身上 是隨手把佛牌掛在他房間的門 這個喇叭鎖上 就這樣掛著 再也不去注意他了 因為他根本不相信嘛 所以也不重視 可是有一天傍晚大概七點左右 他要到房間去找東西 開門 他的手無意中碰到這個喇叭鎖上 所掛的這個佛牌 瞬間佛牌放出光明 這個光明呢 照遍整個房間 本來是傍晚七點 可是整個房間 被佛光的光明充滿 就像白天一樣 他當時也很驚訝 不過呢 幾秒鐘之後 房間的整個光明 就直接縮小縮小 縮小到那個佛牌那裡 就消失掉了 那個時候呢 他才曉得 哎呀 原來佛牌會放光 剛剛房間整個光明 不是日光燈 因為他也沒有打 按這個日光燈的開關 也沒有開窗戶 他才曉得 他先生所講的佛牌會放光 是真實的 他不能不相信 為什麼呢 是他親眼所看到的 是親身的這個體驗 是鐵的事實 不容 不相信 從此之後 他深深感受到 蒙受彌陀佛光的這個護持 感受他那種滋味 他心中充滿了無比的乏喜 趕快把這件事情打電話 給這個上班的丈夫知道 也曉得 這是阿彌陀佛要來啟發他的信心 因為他不相信嘛 所以阿彌陀佛就放光 來證明 證明佛法是會放光的 所以他才相信 阿彌陀佛在他眼前放光 是為了 要他相信 要他相信 不是要他懷疑 所以呢 他就 不敢唯定 就真的相信 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呢 連佛牌都會放光 何況 念佛不會放光呢 阿彌陀佛是一尊 無量獸的佛 也是一尊 無量光的佛 因此 他就在阿彌陀佛的面前發願 發願說 從今以後 要一心專練 那麼阿彌陀佛 不會再懷疑 也不會三心二意 也不會砸水砸羞 要學一個 春 孤 余婦 來經一輩子 念佛 那麼他們也把這一件事記 記載下來 那事記的後院呢 也附了自己他們寫的一首記字 說 彌陀佛放光來勸信 要信彌陀大願力 大願就在六字裡 隨信六字得大力 深信就莫再懷疑 一生一生練下去 十道 我必來接你 與佛菩薩 在一起 他們所寫的這一首記字 也非常的好 意思就是說 彌陀放光 來勸信 真的是彌陀放光 使他起信 消除他的疑惑 那麼 要信彌陀大願力 阿彌陀佛要他 不是信別的 是要信阿彌陀佛本身 大慈大悲 大願大力 能夠救度世間的任何苦難 乃至六道輪迴的大災難 大願就在六字裡 阿彌陀佛的大慈悲 大願力 大功德力在哪裡呢 就在六字零號 那麼阿彌陀佛裡面 不在其他的地方 隨信六字得大力 不管是誰 他只要信這六字的萬德佛名 稱戀這六字的萬德佛名 他就能夠得到大力 所謂大力 就是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後面流通分 釋迦摩尼佛 父主弥勒菩薩 所講的那一段法語 那段法語是說 其有德文彼佛名號 歡喜永悅乃至一念 當之此人為得大力 這是具足無上功德 意思就是說 不管是誰 只要有人 聽到這一句名號的內涵 聽到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 而歡喜永悅地去念佛 乃至臨終一念 也能夠往生成佛 得到往生成佛的利益 所以說 當之此人為得大力 大力就是往生成佛 那麼大力就是無上功德 所以說 誰信六支得大力 深信就莫再懷疑 既然深信了 就不要再有所顧慮 再躊躇 再種種的其他的懷疑 一生一生練下去 就只要練佛 一句一句的練下去 時刻時到我必來接你 臨終的時候一到 阿彌陀佛就會親自主動地來迎接 與佛菩薩在一起 到極樂世界裡 就與佛菩薩諸上善人在一起 就進入佛的境界的意思 這一首句子也很好 不過話講回來 我們隨佛念佛的人 歸病阿彌陀佛的人 是身心都投入彌陀的懷抱 是身心接納阿彌陀佛的功德 是居法一體 居是指我們念佛的人 法是指救度的阿彌陀佛 因佛的人 跟阿彌陀佛是一體 所謂一體就是他 再也不會分開了 因佛人的身上 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心中 有 因佛人 所以是居法一體 所以我們不可以把消業障 政府的遠處災難 往生極樂 依靠在佛卡或佛牌的上面 要完全歸病阿彌陀佛 才能夠與佛同在 這樣的話 即使不掛佛牌 不帶佛卡 也時刻不離佛 時刻呢 與佛同在的 不過以人情上來講 一個打字內心虔誠信阿彌陀佛 一輩子專念阿彌陀佛的人 他自然呢 有佛卡嘛 也會把它 待在身上 有佛牌嘛 也想把它 掛在身上 自自然然 會有那一種 心理 那麼這個佛牌 佛卡 在身上呢 到衛生間 洗手間 或者是在房間 都是沒有掛礙的 沒有障礙的 沒有忌諱的 沒有忌諱的 因為阿彌陀佛是一尊 無愛光 無愛的佛 不會受障礙的 不會受障礙的 不會有任何忌諱的 反而不思想的地方 有佛牌 就會帶來吉祥 不乾淨的地方 就會帶來清淨 只是說 根本上來講呢 我們就是全身心性命 投入彌陀的救度 與佛同在 這才是比較雜實的 有關佛牌的故事 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有關淨土的教理 有關淨土的教理 首先要來強調一個概念 先要有一個概念 怎麼樣的概念呢 就是這個淨土三經當中 淨土三經的核心 無非就是在講兩個 一個就是彌陀的救度 一個就是眾生的被救 這兩個其實就是一個 哪一個呢 就是信佛念佛 被救的眾生 享受彌陀的救度 此後專念彌陀的名號 來跟彌陀的一體不離 淨土三經都在講這個 這個也是淨土法門的核心 這其實也是釋迦牟尼佛 出現在世間的目的 這個叫做佛出世的本懷 那麼阿彌陀佛要救度眾生 救度的對象 是什麼樣的對象呢 當然就佛來講 他的心是平等的 他沒有我質沒有法質 所謂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 他是願親平等的 治他一體的 治他不二的 他是把所有的眾生看成他自己的 所以所有眾生的六道淪為之苦 等同就是他的苦 他必須要去解決這個苦 就阿彌陀佛的慈悲 大慈悲大平等來講 他對一切眾生是沒有差別觀念的 可是呢 有先後緩急的這個差別 那就先後緩急來講的話呢 就不是沒有差別 就有差別 也就是說 對於迫切性 當下必須要加以救度 否則就會來不及 措手不及的話呢 那麼就有這個主要的對象 跟次要的對象了 阿彌陀佛所要救度的主要對象 是水呢 不是水呢 是哪一種根基呢 這個 所名在哪裡呢 釋迦摩尼佛 是所名在觀經的地方 那觀經 有 此三觀 跟九品 那是在哪個位置呢 在九品的地方 那九品有九個品位階級九種根基 那主要對象是在哪一品哪一種根基呢 主要是在下品下生的地方 是以下品下生的根基 作為他 作為他迫切救度的對象 那就是說 以這個下品下生的眾生 為所謂正基 正基就是主要當下要救度的對象的 因此呢 我們必須先有這樣的概念 有這樣的概念 必須要正確地理解 下品下生的真意 真正的意義 因此呢 我們 給大家 有一張這個講稿 叫做下品下生的啟示 還有一本 無條件的救度 大家手上都有這一本無條件的救度 所以現在開始呢 就是好像讀書會一樣 由我來導讀 導讀 導讀這一本 無條件的救度裡面的部分內容 首先請翻開無條件的救度 首先請翻開無條件的救度 內容的第二頁 大家翻開 第二頁 第二頁的標題是 夏品下生經文的重要 那麼 先從 倒數第一行 倒數第一行 我先來 由我來練 大家靜靜地聽 就好 不論是 看經典也好 聽聞佛法也好 都要 依義不依語 什麼是 依義不依語 就是不可執著文字表面的意思 而要融會貫通 理解文字背後 釋迦牟尼佛 真正所要表達的內涵 這個叫做 依義不依語 如果只是在文字表面做解釋 佛陀真正要表達的意義 就體會不到 因為 沒有體會到內涵 只解釋自戀 這樣展現出來的意思 一定跟整篇經文 所要表達的思想不一樣 這岂不是 就錯解了佛意 也就是所謂的 依文解義 三世佛冤 就整部觀經來講 夏品下生的經文 是非常重要的 就整個淨土中來講 觀經 夏品下生 也是淨土中的精華 也是阿彌陀佛第十八願的 終極意義 夏品下生的經文 非常短 但是意義非常深遠 非常殊聖 非常令人 華喜充滿 華喜充滿 歡喜無量 可是一般 一般學佛 念佛 或者研究教理的人 大多不曉得 夏品下生的經文 異理對淨土法門的重要性 甚至全然 不知這一段經文 是整部觀經 最切要的地方 導致他們在講述 九品王生死 由於認為夏品下生 在品類上是最低的 在根基上是最劣的 不但沒有學佛修行 反而是造業深重 因此就忽略了夏品下生這段經文背後 其實是另有甚深含義 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這段經文的重要性 關係到阿彌陀佛的成佛 眾生的往生 乃至整個淨土中的建立基柱 我們應該知道 就是因為夏品下生的人 是造惡造罪最重 是最沒有善根的眾生 這樣的眾生也能被救 而永遠脫離三二道 超出六道輪迴 而往生極樂世界 往生極樂世界後 也能夠成佛 這樣更能顯示出 阿彌陀佛大慈大悲 大願大力之所在 顯示出 阿彌陀佛超發無上書聖之四八大願 其中根本願 第四八願 做不生者不取正訣之 正訣的自然功能 如果沒有下品下生 這種根基的話 就很難顯示出 阿彌陀佛在十方諸佛當中 愛心是最絕對的 力量是最超絕的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下品下生 就沒辦法顯示出 阿彌陀佛是怎樣的一尊佛 就好像 如果沒有最嚴重 最難治的病人 就沒辦法顯示出 這位醫生 崇高的醫德 和超市的醫術一樣 總之 唯有下品下生 才能顯示出 阿彌陀佛 真的是大慈大悲 大願大力 十方眾生 沒有一個在 阿彌陀佛的救度之外 因此 有了下品下生 就給所有的 阿彌陀佛人 修行人 最後 最大的希望 可是 佛法無人說 雖至莫能解 如果沒有人 開顯的話 我們根本不知道 原來 下品下生 對一個 想脫離輪流的 修行人 想往生 跟淨土的 天佛人來說 是 這麼親切 這麼重要 而且 在淨土三部經 當中 佔有 這麼大的 份量 以上 是就 下品下生的 重要性 先做一個 概略的說明 接下來 我們先從 自願上來解釋 下品下生的經文 也就是所謂的 消逝經文 阿 接下來我們就 以恭敬的心 來 宋練一遍 或有眾生 做不善夜 五逆十惡 聚諸不善 如此於人 以惡夜故 因惰惡大 經歷多節 受苦無窮 如此於人 靈命忠實 欲善之事 種種安慰 畏縮妙法 教令念佛 教令念佛 比人苦逼 不妨念佛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彼佛則 因稱無量受佛 如是至心 令身不覺 聚諸實念 稱 南無阿彌陀佛 稱佛靈固 於殿念中 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命中之始 見君蓮花 猶如日輪 助其人前 如一念情 其德往生其樂世界 好請放鬆 我們念誦的時候 心中歡喜踴躍 由於有下品下身的經文 讓我們感受到了 迷惑 徹底的慈悲 無限的大愛 絕對的佛力 平等 無條件的救度 下下品的人 都能往生 何況是在座各位 何況是我呢 現在我們就經文字面的意思來解釋 或有眾生 所謂眾生 簡要來講 分為聖人和凡夫兩種 聖人包括佛 菩薩 聲吻 原嘴 就是四聖 凡夫就是六道輪迴的眾生 包括天人 阿修羅 以及 地獄 惡鬼 出上到的眾生 就人道來講 人 包含善人 和惡人 善人 有大善 和小善之分 惡人 也有眾惡 和情惡之別 那這裡的佛有眾生 是指什麼樣的眾生呢 是指惡人 做不善業 做不善業 他到底做了哪些不善業呢 五逆十二 所有惡業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五逆 五逆是什麼樣的罪業呢 就是五種命罪 殺父 殺母 殺羅漢 除火生血 破核核生 這叫五逆 五種極其嚴重 必多無間地獄的重罪 一切罪業當中 殺生最重 殺生當中 殺人最重 殺人當中 殺害恩養自己的親生父母 是大逆不到 罪大惡己 故稱逆罪 父母養兒 愛兒 不但心甘情願付出一生心血 甚至示弱自己 以身相待 身為子女 不知感恩 報恩 效仰 孝順 反而視為仇忍 稱心加害 可見其人之無憑煩惱 特別厚重 此外 連修行成就 得高日月 超凡入身的 初世間聖人 阿羅漢與佛 也加以謀害 又破核核生 分裂生團 障礙修行人 這些罪業也是罪大惡己 大逆不到 通稱五逆重罪 十二就是 殺生偷盜邪淫 萬元其余兩十二口 貪欲稱為愚痴 一切罪業當中 最重的罪 他都造了 犯了 俱諸不善 俱是俱備 俱是很多 除了五逆十二之外 還做了其他很多不善 其中 其中 譬如 棒法 什麼叫棒法 佛法 正知見 證為 沒有善惡報應 沒有善失因果 沒有六道輪迴 也就是說 一切的世間法 初世間法的惡 他通通造變了 他一生 作惡多端 可以說 無惡不作 無作不惡 是世間最大的惡人 最卑劣的眾生了 所以善導大師 在《觀經書》《散善意》中解釋說 下背下想下根人 十惡無逆等貪嗔 似從偷生棒正法 未曾慚愧 毀前千 這樣的眾生 在人群中 是被眾人所拋棄 顯眼 必知唯恐不及的 他雖有人形 但不是一個人 是披著人品的野獸 這樣的人 在社會上 是要受最嚴厲的法律制裁的 在因果當中 是要直接墮落阿比地獄 永難處理的 可以說 所有的惡 沒有比下柄下生 這種根基所造的業更惡了 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多惡道 經歷得解 受苦無窮 一個人 相信因果而行善基德 修行解脫 佛陀就稱讚他是智者 是有智慧的人 如果不惜因果沒有行善基德 不僅如此 反而以他的聰明才智去為非作歹 佛陀就說這個人是愚人 如果他不是愚人 怎麼會去做這樣的惡業呢 他如果是真聰明真有智慧的人 相信因果報應 懂得人倫道德 人情義理 就不會犯這一些惡業了 因為是愚痴 沒有佛法的智慧與政治正見 所以才會去造惡業 許佛大悲心啊 這個武力十二的人 佛陀說他是愚人 而不說他是惡人 這有很深的含義 人都會有是非善惡的觀念 對於惡人惡事 一般人都會以理相爭 用剛正的態度指責 看不起造罪造業的人 甚至判他下十九層地獄 這樣的態度有好的地方 也有壞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他 性格剛正不阿 一定會行善既得 凡事堂堂正正 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講 也顯示他的包容心 體諒心 接納心 慈悲心 是不足夠的 最大惡疾的人 釋迦摩尼佛說他是愚人 而不說他是惡人 就顯示出佛的慈悲心 包容心 與體諒心 也就是說 就是因為他 不了解佛法的道理 被無敏煩惱所蒙蔽 是個愚慈的人 所以才會造作這樣的惡業 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被愚慈的業障 佔住了 否則他就不會造惡 所以不定會行善既得 發心修行 甚至進一步會想成佛 比如說 如果被他人無理的打罵 毀謹 一般人會很生氣 覺得對方無理取鬧 非常惡劣 但是如果知道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你會很生氣嗎 就不會生氣 反而會憐憫他 因為他患了精神疾病 佛看眾生也是這樣 眾生對煩惱所狂惑 對業障所束縛 不能自由 造下的種種惡業 在佛的眼光當中 是只有愚痴的眾生 佛沒有凡夫那種善惡的分別 善的我喜歡 惡的我憎恨 佛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拔苦與樂平等不就 如觀經所說的 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無緣慈射出眾生 知道凡事都是因為 因緣業力所被動的 所以說否的人 就應該接納對方 包容對方 體諒對方 曉得就是因為愚痴 他還有我們 才會生生事事 在六道裡面淪毀 如果不是因為愚痴 我們早就解脫了 怎麼還會在這裡呢 有一句話說 在業力的推動下 沒有人是故意的 智責悲憫有情 凡夫互相譴責 因為我們愚痴被業力所推動 智責悲憫有情 所佛而有智慧 有悲心的人 遇到秉性邪惡的 有情眾生 知道對方 是被業力所被動 他自己也深受煩惱之苦 不得自由 因此深深悲憫 對方 於是 更有講解 不成為 能不能為 咱們 彼此 相對 以為 不能只怨 反而是怨恨越激越深 彼此伤害 彼此痛苦 我们学佛就是学佛大悲心 以大悲心来看待一切众生 互相接纳 包容 体谅 理解 所谓善解对方 如果能够彼此善解 而且凡事都往正面去思维 不往负面去思维 或者难免有负面思维 可是不要把它留置于口 向别人诉说 这样至少也不会有纷争 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 乃至社会大众 都应该彼此尊重 彼此包容 即使一棵树 也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就是风格也不一致 但都在同一个团体 在做相同的事情 所谓分工合作 所以我们要学佛 学习佛陀那样的悲心 互相包容 互相同情 一个真正随佛的人 遇到恶缘逆境 甚至遭忍伤害 不但不称恨 反而生大悲心 并将功德回向给他 即使不能生大悲心 至少也不要生出恨心 否则更非真正随佛者 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多恶道 经历多解 受苦无穷 所谓如是因如是果 因为造了恶因 自然就会堕落恶道 是怎样的恶道呢 是经历多解 受苦无穷的恶道 经典上说 犯五吏当中的一吟 就要堕落地狱受一解的苦 犯恶令就要受恶解的苦 犯五吏就要在地狱之中受五解的苦 何况它是五吏十恶乃至棒法 种种的恶恶都造了 所以必定要经过很多的十解 受见无穷的痛苦 散讨道师在《观经书散散义》中解释说 非业不受其报 非印不受其果 恩若即非 失得 果报焉冷不苦 造恶之印即聚 除暴之解为穷 又说 终时苦相如云集 对欲蒙佛罪人前 如此愚人 灵恋忠实 欲善致世 种种安慰 未说妙法 交令恋佛 灵恋忠实就是将死但还没有死 怨恋一息的状态 或者是深度风靡的状态 快要断气 但还没有断气 这样的愚人在灵恋忠即将堕入阿比地狱的千君一法之计 可谓百千万解难遭遇 他遇到了善知识 在他灵命中的时候 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的话 当下就要堕入地狱 刚好 他遇到了善知识 一生造恶 临终遇到善知识 不但不会堕落 而且能够超脱三界六道 直接往生极入世界 那必须是他过去是累积过善根福德 跟阿弥陀佛有缘分 一般人是不容易遇到的 所以说千百万人当中难得一人有这种福报 这个愚人的命中时遇到善知识 善知识种种安慰 为他说法 不但是说法 而且所说的是妙法 这个善知识有可能是出家人 有可能是学佛见稳延广的在家人 所以各位灵友 一个人将临终的 我们去帮他祝恋 为他开示 弥陀慈悲 主动 平等 无条件的救度 那我们就是善知识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灵命中的人 一生造恶多端 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痛苦 是什么样的痛苦呢 一个人要断气的时候 身体上所谓地水佛风即将分崩离析 这种痛苦是所有痛苦当中最为痛苦的 古人就形容说 如同佛龟脱渴 刀锋解体 骑苦难忍 同时又有精神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什么痛苦呢 对于之佛已经燃烧到了他的脚底下 因为王所派的鬼族拿着手烤 脚牢 来到他的面前 要索拿他了 那种慌张 恐惧 是语言文字没办法形容的 善导大师在波州站 就以一手记来形容下品下生 这种众生临终的痛苦心境 善导大师说 罪人临终得重病 神是疯狂 心捣乱 不欲丰分眼前线 白汗流出手罢空 这一手记将一个罪人的临终心境 描述得很贴切 罪人临终得重病 罪人在临终的时候得了重病 各位人有 病由哪里来呢 由我们的心而来的 心从哪里来呢 从思想观念而来的 思想观念从哪里来呢 从我们生生世世理绩而来的 有一句话说 病由于瓷 我们身上有什么病 往往是由于我们的心瓷产生的 过去是固然有那个业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都是心平气和 谦卑柔软 凡是理性 不情绪 慈悲 不称恨 心中没有 不平 不软 抱怨 积怨 能这样的话 就会比较没有病 在座大多是女众 女众往往容易得乳癌 或者主攻癌 如果大家能够心平气和 凡是不计较 内心很有不平 不满 不游离 不居怨 不常生气 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这一类的病 一个人如果有欲气 积在心中 这会导致气溺而容易产生疾病 另外 如果平常习惯熬夜 都是三更半夜才睡觉 也容易罹患已染杂症 所以要维持身体健康 避免病痛 远时生活习惯上也要调整 再者 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非常孝顺 不无力父母 体贴父母的心意 尝试父母欢喜 能这样的话 这个人幅度会很大 如果对父母无力不孝 常常跟父母冲突对立 这个人的命运就会不太好 身上难免就会有疑难杂症 神是疯狂心捣乱 他的神是已经昏散狂乱了 心已经颠倒了 没有办法稳定专注 心事盘盘 六神无阻 第一 纷纷眼前线 这时候 第一的景象 比如刀山剑树 我当油锅 种种 第一的刑法苦惧 以及种种受苦的惨境 都显现在他的面前了 白汗流出手罢空 这个人由于内心极度恐惧 因此全身流出白汗 而且双手向空中抓 抓什么呢 希望有一个依靠 但最后都落空了 什么也抓不到 一个人平生行善积德 甚至有重大的善业 他就会有好的去处 譬如天堂 在他临终的时候 天堂的境界就会显现出来 一个周而多端的人 临终虽然还没有断气 往往也会先看到地狱的景象 一个愿生迷途净土 转称迷途佛品的念佛人 往往也会在他连灵中时候 断气 还没有断气的时候 极乐世界 庄严的景象 譬如莲花 金地 楼阁 就会先看到 这是一种自自然然的果报显现 像这样临命中时 心事昏乱 恐惧的人 战之士当然 先要安慰他 去除他的恐惧 等他身心安稳之后 再为他说妙法 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